大部份市民感觉到不适的都是一些异味 是透气不适 还有眼睛各自痛机会大一点 当这些催泪化学气体我们吸入了 或者我们吞了一些有关气体下去 你会觉得喉咬有点刺痛、刺氧 除了我们可以朗厚稀释了它 如果你觉得喉咬有点很火灼的感觉 其实一些带有薄荷性质的 比如舒缓的喉糖都可以降低你灼热的不适和感觉 如果是觉得喉咬有点困难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气管的抗脏药 尤其是如果本身你是一个慢性脂气管炎 或者是酵胀患者 因为闻了这些东西而令到病情严重了 可能你看看你医生 需不需要一些铝固醇的喷雾 控制病情 至于皮肤方面 因为我们香港近日的天气 都比较潮湿和满热 催泪蛋的化学物都会黏着我们皮肤 最好的方法都是尽快冲洗 经过一段时间的冲洗之后 仍然是觉得很刺痛、很灼热 但一些薄荷成分的药膏 都可以减低刺痛、刺痛的感觉 如果真的不如起水泡、红肿、甚至褪皮 就要再看医生了 眼睛通常一般接触了催泪气体 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复清洗 以求将胭闊在我们角膜上的化学物 完全将它冲走和稀释 有一支干净的生理盐水 当然是最好的 我觉得一些失温的 经过消毒的 用水 而你未喝过的 都可以用来做一个冲洗的 最重要的是速度要快 和冲洗要用大量的水 如果一些长者本身有青光眼 可能吸入了这些化学物质 去到眼睛会激发他们的病情 如果他们做了急救 仍然是不息很严重 或者不能完全消退 那这些长者就应该去提回医生